都撒上点香葱 好 又长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小泽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豆腐门面鱼的做法 这道菜也是非常的开胃 非常的下饭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 你乖呢 真的买了 真的差 我压着 我买到 准备宰杀好的鲜鱼一条 再研给他 去除他生生的粘液 我装一下 把粘液去除掉 呦 还活呢 还会冻呢 哇 对不起了 哎呦 再洗一次 这样子洗比安全一点 好了 再次腌制一下 给你盐 白酒 小松一把 把它抽出松枝 抓一下 腌制两个钟 现在我们把配料准备一下 这是泡的小米椒切成 泡上泡散 再来我们这个泡的酸姜 哎呦 把它切成粒吧 这个泡番茄也要一个 这个来说酸辣菜非常爽了 来个性感的番茄 切成不要 OK 切点葱段 葱末要点 豆腐 所有食材准备好 我们下一步开始制作 骨热下油 跟你盐 先煎豆腐房 放动一下 把豆腐拌一面 OK 接成金黄色 好了 把它倒出 并起锅 加点豆豉 把配料炒香 这个也放下去 哦呦 香哦 有点料酒 半碗清水 把豆腐放下去 开始调味 盐大半勺 白糖提鲜 老抽上色 蒸葱提鲜 来点鸡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多了 试一下 哦呦 帅 好 先把它倒出 再次把锅烧热下油 有点盐 腌制好的黏鱼 放下去煎 哦 一定要煎香一点 否则腥味比较重 放动一下 哦 把它翻过来煎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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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煎成金黄色 好了 可以了 这时候放入料酒 哦呦 香 把这碗料子倒下去 哦呦 哎呀 哎呀 好了 我们盖上锅盖 给它焖个五分钟 等待一下吧 当时它有好飙啊 老到有事 好 时间到 开盖 哦呦 香 香啊 出锅 嗯 嗯 嗯 那个的香 耶 哦 好了 我们的豆腐焖鱿鱼 都制作好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都不转盘了 下面继续干掉它 真的很嫩 一点腥味都没有 这个链鱼的肚皮是最好吃的 甜点是吃鸿鱼 大头鱼吃鸿鱼 链鱼出来吧 我跟你讲 豆腐也非常入味 酱酱酱 这个链鱼就分享到这里了 吃得我满的大汉 如果喜欢这道菜的话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本人家人 尝尝吧 我是尝尝厨 也可以帮大家关注一下我哟 拜拜